飞丽默飞的早餐 我是讲将农民国 108年5月1号星期三 对今年5月5月劳动节 那今年的5月 5月到了就表示 就表示春天已经到了 5月8 那夏天快要开始了 第二个就是 5月除了劳动节之外 今年的5月你要留意一下 再过4天的时间 就是5月4号 那5454 5四运动5四运动纪念日 但今年是5四运动100年 100年是一件大事情 5四运动如果比较年轻的朋友 或者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对5四运动 对于当代中国或者当代的 当你身为一个华人 在华人社群里面生活 你不太能够意识到 5四运动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 那借着今年的5四呢 不妨了解一下 我估计了 就是说在华人的社群里面 特别是大陆 今年他们会借着五四运动100年 连五四的历史的意义呢 都接收 台湾很可惜 台湾台湾本来是 本来是整个的华人世界 华人文化的正统 那绝大部分呢 对于一些重要的 对华人来讲呢 有历史文化意义的 一些的 一些大的事件的背景 的我们说的法统 几乎都在台湾 可是随着台湾的 这些政治气氛的转变 慢慢的把这些的 台湾所继承的 这些的 这些的传统 都放弃了 放弃了之后呢 大陆就一个一个呢 都接收 现在呢 好像连包括孔孟啊 孔孟思想等等 现在的几乎呢 都是呢 在大陆呢 代表了正统 这种正统之争 其实在两岸的政治当中呢 本来是非常重要的 但台湾一个个都放弃了 好 不过今天呢 重点不在 不在这个无一劳动节 今天 礼拜三的时间 七点钟的时段 通常呢 在这个 在这个时段 我谈的都是跟钱 有关的事情 那不管是投资啦 理财啦 产业啦 那跟财经 各方面的 有关的议题 但今天 我把大概 我每一年呢 大概都访问他们 两三回 那从 从我知道了之后呢 其实我就一直呢 把有关于台湾的这些呢 弱势团体的关怀 在这里有限的这些呢 经历当中来讲 我把最大的一块的 都放在他们身上 这桃园的 兰迪育幼院 兰迪儿童之家 好 当然长时间 那兰迪儿童之家 那从 从过去呢 呃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简单 但是 作为一个私立的育幼院 他 主要的收容的对象 其实是一般人 不太容易去理解 但是在你的新闻当中来讲呢 可能惊鸿一撇 你也不会呢 在你脑子里面 留下什么印象 你也不会去进一步的去思索 那这个新闻后来呢 因为我 我做新闻工作的关系 所以新闻工作 它有个特性啦 就是说 我们在 在每隔一阵子呢 我们就想到某一个 我曾经关注过 或者 或者报道过的新闻事件 我们的脑子里面会出现 出现一个很简单的问号 就 啊 后来呢 后来怎么样 但是通常绝大部分人 都都不会知道 那个新闻事件 后来呢 那在我们看到的 很多的社会新闻事件当中 有许多的这些呢 家庭的 家庭的暴力也好 那家庭的高风险 家庭所产生的 这些社会新闻当中 它都会有一些呢 非常弱势的 家庭的事件里面 它最大的特征就是 强弱势会 非常的明显 这跟其他的社会冲突事件 是不一样的 其他社会冲突事件 你看到帮派的卸斗啦 等等那些呢 可能都是一些 陈永斗很好讲的 但是在家庭所产生的 冲突暴力 等等的问题上面来讲 强弱势都会非常的分明 弱的那一方 那富幼 特别是孩子 那蓝迪 儿童之之家 蓝迪育幼院 那长时间 那许多你看社会新闻当中 看到可能名字 不能够曝光 因为他们甚至于 年幼到连名字 都还没有的 那这些的孩子 他们从高风险家庭当中 幸存下来 那政府呢 的救援的力量呢 可能还及时 把他们带出来 带出来了之后 这些孩子去哪里 就没有人知道了 那蓝迪儿童之家呢 在里面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角色 许多的高风险家庭的 被救援出来的孩子 来到了蓝迪 好 那这些年 对蓝迪的关心 蓝迪从过去呢 很简单的 一家人呢 几乎呢 一个带一个 被迫的都投入到了 这个对这些 高风险家庭孩子的照顾 那蓝迪儿童育幼院 之后因为 因为希望能够 更制度化的 去照顾这些孩子 他是个私立的育幼院 所以他们开始 开始有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想法 他们要有自己的 自己的地 自己的院区 那不再寄人篱下 希望让孩子 受到比较好的照顾 可是那对他们 对这个育幼院 已经是弱势了 照顾这个育幼院的 那也不会是什么 多强势的家庭 他们要如何去把 这个育幼院 能够更制度化的经营 所以呢 开始除了有想法 开始从无到有的 那慢慢的 把这个育幼院的 样子生出来 然后开始呢 一花一草 一木 一砖一瓦 就开始这样子做 好 那得到了非常多的 民众的支持 包括非得早餐的 听众朋友们 投入非常非常多 同时我要感谢 那因为非得早餐 尤其是这个时段 尤其是星期三的 这个时段 那企业界的朋友 也非常多 有的虽然不见得愿意 愿意抛头露脸的 居民 但是我知道 你们帮了很多的忙 有当然有更多 是我根本不认识 就是非得早餐的 听众朋友们 他们就就是 自己就去做了 做了之后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认识 其实我常遇到 这种情况 就有很多非得早餐的 这些朋友们 他们受到了 谁谁谁的帮助 都是听非得 但是没有人跟我讲 好 这些故事呢 过去呢 我们讲过一些 但是呢 就在从上次的访问 到这次的访问 其实有很多 更棒的故事呢 可以跟大家的分享 那今天呢 在我们现场的 蓝蹄儿童之家的院长 李选音 李院长 院长欢迎 声音 早 听众 早 好 另外呢 只要李选音来呢 那有另外一位的老朋友 一定会来 鸡婆张喜 对 怎么办呢 自从叫鸡婆 我的声音跟笑声都 我真的跟他鸽呀 差不多 而且 而且大家都 对对对 他就是一个很鸡婆的人 对 就是他只要 他只要看到了 他觉得要管的事情 他就会管到底 好 不过呢 我也要 要非常恭喜张喜 就是其实 上次我看到你 上次看到你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你正在 受到你的膝盖的 膝盖的疼痛的 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那去年开的刀 对 开刀 我也很诚实讲 因为 女生 尤其到了这个年纪 开刀 虽然那已经是不得已的 那表示呢 你的关节退化 磨损也很严重 耗损太厉害 耗损太厉害 因为太爱走 太激薄 夏天啊 种福田啊 没有一样 我自己不清理 清为 你要知道开刀 开刀 开刀并不是开刀 就一定会好 开刀 开刀是有个成功率的 第二个多多少少 也还是会有后遗症 是 可是我很惊讶就是 张旗现在与常人无异 当然了 我必须要这样子 因为兰迪 房子都盖好了 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平安的住进去 你现在 你现在真的就是上楼梯 下下楼梯 照 照跟他背的 真的是 不敢这么说 但是 到山东去带义工团体去做旅游 我一样的去看那个张艺谋的一个演出 爬了十层楼那么高 我说我第二天一定别等了 一定爬回来 结果不会 我发觉我平常旅逝教导的那个三招 其实多么简单 那就是大家不持续 有一顿没餐的 不行 任何的事情一定要持之与恒 你才看得到效果 张旗可以说是 这个 这个嘉义慈悸的吕少瑞医师的活招牌 我们要看到 OK 他这么棒 因为去年我看到张旗的时候 他已经快要不能走了 而且是两只脚 现在竟然的一切如常 那真非常厉害 这是毅力 好 来回来 我要先请下李选音院长 第一个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在的兰迪的进度 目前兰迪大概在一个月左右 主体建筑物就全部都完成了 就是已经盖好了那个壳 然后里面开始有一些专照的隔间完成了 小孩子应该很兴奋吧 非常的兴奋 而且常常 我都好兴奋 常常朝我说 我想要去看看我们的新家 那他们也想知道新家长的模样 对 然后看到自己的 然后原来看到自己的房间 我两个人住在一间 因为我们是用梅花形的建筑 那一楼层大概有五个房间 就是五个家庭 就是一号到五号 这样的概念 那一个家里面住六个孩子 或八个孩子 就是好像一家兄弟姐妹 他们非常的开心 他说哇 这样子的话 其实他们在念书或什么 其实彼此比较不会有感到 他们可以换兄弟姐妹吗 换兄弟姐妹吗 就是我就是说今天 今天我住在这房间 然后可能下个月我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那个他们自己要 进去之前自己要先选择好 对 因为他要换别人 不一定会便宜跟他换 对 会有进行出出的情况 那我们大概就是国高中 就是国小以上的孩子 我们大概就是住在楼上的部分 二楼跟三楼 就是男女分开 那是梅花形的建筑 那采光跟通风是OK的 后动家园的部分 一楼的部分就是婴幼儿 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的私庭教师 活动师这些都在一楼 对 那婴幼儿的部分 婴儿就是一般的婴儿 婴儿中心那样子的一个建筑 那也里面住了12个孩子 然后另外有两个小 两个比较小小孩 就是幼儿的部分 八个人住一间 楼上是四房两厅两位 那个男女社的部分 那楼下的部分呢 就是三房两厅两位 这样的建筑 对对孩子来讲 他非常的期待 因为他 他一直在 因为有些孩子真的 根本就还 完全还不懂事的时候 就住进来了 他哪里知道家是什么 对 他对这个家非常的期待 然后跟我讲说 哦 原来我现在住的地方 就是外面 大家 一般常态性的家 大概他的表述 大概会是这样 这是对于孩子来讲 他对家是有期待的 听起来有点心酸的 就不知道家是什么 那家 我们常在英文里面讲的 house跟home 会分的比较清楚 因为中文字听不太出来 中文字当我们讲家的时候 家跟房子 大概就这概念了 OK 那这是英文字里面的house 我们可能知道什么叫house 可是那个家是比house里面 要多了一些什么东西的 那育幼院的孩子来讲 他当然 他知道那个是个house 但是家是什么东西 育幼院的孩子 可能是很难去理解的 所以在育幼院的生活经验 里面来讲 是建构他对于家的 那个感觉 非常重要 其实容我插一个嘴 其实这些孩子 有的出生二十来天 最小的十五天 他甚至于什么叫爸爸 什么叫妈妈 他只要见到女生 大部分都叫妈妈妈妈 那见到男生 很自然就是爸爸 他以为女生就是妈妈 男生就是爸爸 所有女生都是妈妈 因为上了幼稚园以后 他才懂 原来爸爸妈妈是固定的 不是每个人都是爸爸妈妈 这个是一般人 不太容易想象 对很难想象 对我也是跟我的志工伙伴 或带的一些公益团体 像佛伦社的朋友 十字会的朋友 甚至我职场上的好朋友 我说万一孩子抱着你叫妈 你当阿公都嫌少了 他叫你爸爸 我说你不要拒绝 他要抱的时候 你就抱抱他 这些孩子很奇怪 很喜欢人家抱 那有几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怕人家抱 那除了保姆跟妈咪啊 这些他熟悉的人 别人是不能 所以你看那个小可爱 你说小时候给你很像那个 他女生抱还好 是男生一碰就哭 男生就不能碰他 那他长的是房头大尔的 所以在幼幼院里面 很多的情形让孩子认识 什么叫爸爸 什么是妈 那将来他才知道 怎么为人母 他才怎么知道 为人夫 为人妇 很多孩子是不知道的 可是在兰迪 要负有这样教养的责任 对就幼幼院的 幼幼院的管理 幼幼院的观念 好不好 对不对 对于在这个幼幼院里面的孩子 影响是一辈子的 那不是光给他们一个遮风避雨 吃饭睡觉的地方而已 那不是 把幼幼院想成这个样的话 就太简单了 刚刚张琪讲的 就是说你要想那个 从小就被放进来的 他 对我们来讲 认识爸爸妈妈这么简单 那个是不需要有人教的 不需要定义的 我们就知道OK 这个生我的人 这个是爸爸 那个是妈妈 就这么简单 可是你要知道 那个孩子他不是 周围所有的大人 都不是生他的 也去养他 但是他会觉得 爸爸妈妈到底是什么 他需要一些特别的理解 甚至要大到某个阶段 看看别人 爸爸他才知道 原来爸爸跟孩子 是这样的关系 妈妈跟孩子是这样的关系 他不会有那样的关系 好那刚刚讲到就是说 我其实今天有一种感触就是 我相信了 我相信育幼院 特别像兰迪家的育幼院 你们可能是感受社会气氛 最敏感的一群人 我们可能都还不 我们只是看新闻 可是对于在兰迪工作 或者当院长的 我认为你会是感受 社会气氛好不好 最敏感的人 因为我相信当社会气氛不好 这种高风险家庭的事件 就会增加 然后这些需要去救援的孩子 就会增加 到你这边的孩子就会增加 那他会很明显吗 因为现在 为什么我们的中央要坚持一个 所谓的社会安全网 事实上在高风险家庭跟脆弱家庭 这两块就是在预防工作的部分 他们有在做一些 就是有增加这个方面的工作 主要的也是看到 当社会经济不好的 社会经济不好或是萧条的时候 事实上最弱势的 就是陈鲁刚刚开始讲的 就是家庭里面最弱势者 是妇女跟孩子 但是妇女至少还有保障自己的能力 但是孩子呢 那自然对受害者就会是他 那这些人怎么办 那势必就要透过公权力的介入 对由政府来帮忙 对那所以离开家庭的孩子就会 跟家庭的距离离得越来越远的 应该就是这一群孩子 你们觉得最近的社会气氛 那你们的育幼院里面的孩子有增加吗 我们的孩子就这么多 其实也没办法再增加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 其实要安置的孩子真的很多 可是他进不来 就前几天吧 我就在现场 那院长急着到处找婴儿闯 那突如其来的 一个才五个月大 一个才两个多月 你不能随便摆 对但是我们满床了 那临时这么小的baby 就赶快我就说赶快去买 我说这床我买好了 院长说不用不用 我们紧急安置的这个情况 由于紧急安置它很高的风险 不是说随时来就随时能够有位置 我想说这种其实是很难避免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 我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是因为这个孩子 其实在前一天 就已经收到通知 说有几个孩子要安置 事实上很难找到床位 对 那你说现在 所以像你们这种的安置机构 现在几乎都满了 几乎都满了 应该讲几乎都满了 对 一床难求 可是台湾就这么少 然后孩子就这么少 台湾这么小 孩子就这么少 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社会事件 对 这个是我很难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去说明 就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 一方面觉得我们的出生率太低 孩子这么少 越来越少 已经这么少了 是 可是其实高风险家庭的孩子一直在增加 对 越来越能满为花 这真是一个很激烈的反差 因为也不只是我们爱孩子而已 我相信社会大众大家都很爱孩子 可是怎么会这样 对 对 一方面我们在鼓励大家生 可是育幼院的孩子却越来越多 多到育幼院都收容都不够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困境 比如是 这个社会的两极化是很严重的 是 非常严重 就喜欢孩子的 有能力照顾孩子的 跟没有能力照顾孩子 生养孩子的 那个是好像两个不同的世界 一样 是 好 那 蓝蹄现在因为 因为你们的 你们刚刚说大概在一个月左右 你们的组结构大概就完成 是 完成之后 当然开始进到了一些的 一些的细部的准备的部分 对 那 整个的 整个的工程的经费 我建议跟我讲 就是软硬体加 加起来大概要多少钱 要一亿五千万以上 你们 现在已经 已经筹到了多少钱 目前筹到的 应该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就是包括了很多的这些小额的捐款 是 当然我们也要感谢 因为小额捐款是最重要的 小额捐款 非常的重要 小额捐款 虽然小额 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笔钱 那都是从自己口袋里面掏出来 而且它代表了我会持续的关注 对 因为那个所汇集起来的 那个温度是高的 但是有的时候就说 企业界的捐款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才能够 能够一次去解决 你们所遭遇到的 某一些的 某一些的这些需要 那 除了之前 这个 自身的这个董事长 OK 对 梁董 梁董呢 就是跟这个 跟我旁边的张神是一样 他才是你的fans呢 干我什么事 没有没有 我是 我是很 很佩服 像你们这样的人 就是 OK 他可能听到了 我说在如果 如果是我 我听到了之后 我也许会感动 我也许会好奇 可是你说 我会不会起心动念 有一个 有个很强大的drive 会让我说 我要去看一看 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真的一次两次 对 就是这个是 这是不可思议 因为 当然可能我自己工作的关系 我很容易注意力呢 隔个几个小时 就被转移掉了 没办法 我可能就被另外一件事情 可能很急的 就把我带走 也喝氧绿了 对 然后再回头的时候 可能又不知道过多久 这件事情就忘了 但是 不管是张奇也好 或者我刚刚讲 或者我们待会 会再简单的跟大家讲 就是说 有许多的企业界 有许多的 可能是企业界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 泡头露脸 他们都默默的 就参与了这一次的 蓝迪的新建的过程 蓝迪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 从无到有的创建的过程 真的 真的是有 这个真的是了不起的 因为 其实我知道他们都很忙 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 而且事业其实有的都很大 但是 当他们听到的时候 第一 我感谢你对飞机早餐的信任 感谢你对蓝迪的信任 感谢你对张奇的信任 没有 不要这样讲 唐香龙背书 我在旁边 没有这个不容易 就是因为 因为老实讲 你们讲的那些人 包括我们刚刚讲 像自身的梁董 或者最近 大金空调的苏董 对不对 真的 苏董 苏董是谁 你只要看大金的广告 那就是他自己 我以为是个日本人 对对 大家刚开始看到的时候 你就觉得 他们应该是日本人 不是 他是台湾的 台湾的总代理 那苏董呢 反正他们家的特征 大金的广告的这个 这个男的就是他女的 就那个就他女儿 OK 就他们两个人拍的 那苏董我也不知道 从哪里就知道的 就像冬勇热水器一样 我也因为你们 我才知道 哦 冬勇也原来也投入 我才知道 他们是做很高规的 热水器的精力 一个转访 害死了我女儿的家长说 哎 你怎么那么不孝顺啊 真的让你妈妈洗澡 新冷的冬天 对 我有 我有听他讲 对 我也听他讲这件事情 然后你看他们 这个他们都觉得 哦 这个我可以 我可以帮忙 那个呢 虽然不是用现金 可是他们其实真的解决了 你们很大的问题 因为那个 如果真的要去 要自己去买的话 那个对育幼院来讲 真是一笔 非常非常大的 很大的一个压力 不能说 一直等等等等 真的 所以他们 他们几乎把他们 最好的东西 然后呢 知道了 他们来看过了 他们也就给了蓝底 对 我非常的感谢 这些企业的团体 不过当然我们更需要的是 许多过去种福田的 来 南地育幼院 好像把他当自己 另外一个家 来走走看看的 是 钱虽然说 跟那些大企业呢 不能够相比 可是我要的是 你们的温度 我们保持那个温度 而且持续不断 细水长游 没错 当你这个温度在的时候呢 也就表示 你在关注的跟我 刚刚问 李卷音院长差不多 就是 我对那个社会气氛 是在乎的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 常有人说 或者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 可是我何尝不是 也是另外一个螺丝钉 我只是把大家的大爱 聚集在一起 每一分对我们来讲 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个都不能少 每一个都很重要 坦白说 蓝底 是因为有你们才会有蓝底 那我们彼此 我常在讲说 其实呢 应该这么说 我们是彼此是伙伴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共同 要把孩子养大 共同要把 要去改变社会 这样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们其实 应该说是伙伴的关系 只是我们是专职投入 你们是兼职 好 你下次碰到 你们的小朋友的时候 跟他讲 就是说 他们以后用的冷气 跟唐强龙手术用的是一样的 对 好 进广告回头 其实就跟两位聊 好 非得不好 非得早餐 我是唐强龙 今天礼拜三的时间 在我们现场两位的来宾 那老朋友 我都叫他鸡婆的张琪 是 好 另外呢 这几年的时间 我和张琪见面呢 大部分的都因为他 都因为他身后的呢 这么多的小孩子 那些孩子每个人 其实大概都有一段 悲伤的故事了 是 听说好 都一定有一段悲伤的故事 他们都因为 某些悲伤的故事 他们隐姓埋米 来到了兰迪 希望让他们的生命呢 能够有重建的机会 兰迪扮演的脚 他跟一般的渔幼院 还不一样 好 那这个兰迪幼院的院长 李选英院长呢 在我们的现场 在过去 其实不管你们种福田 是 也因为这样的话 我也觉得口服了 他们种的都是东西呢 有的时候 好吃的 农场的 对 好 比如说你上次送给我的青菜 我有几天的时间 我就天天夹吐司 好棒 好吃 当然那个就是 OK 简单洗洗一洗 看到只要没有虫了 就可以吃了 然后 我就是简单 就是夹个花生酱 切两片番茄 OK 就很好 那个 那草莓 你上次送我的 那个三盆的草莓 我是不抱着什么希望的 因为我想草莓 大概被我种一下就死掉了 他当心都还在那里面 这个是我送 就是从我这边拿出去之后 我听到的第一个喜讯 真的吗 对 大部分都死掉了 对不对 大部分 阿良的 他说他还有两颗 两三颗 你那一个我给我三颗 三颗都好的 三颗都好的 而且我今天早上看的时候 他们还在结 很厉害 对 还有另外两颗 可是草莓应该快结束了 对 就是量很少 量很少 我大概 我大概 这一季大概只拔了 几颗 就几颗而已 而且呢 我跟妳讲 长得非常丑 而且味道很浓郁 虽然丑 但是我跟你说 对 就是 草莓的香味 那个真的就是草莓的味道 草莓味道 就是跟你买的进口草莓 我这只不买进口草莓 进口草莓一点味道都没有 你在国外看到那种 很大很漂亮 那个草莓 在老上一点味道都没有 用看的就够了 我们最近跟小朋友 在培育那个小黄瓜 以色列的小黄瓜 等会你吃吃看 水果小黄瓜 蛮好的 水果 对 对 它水果小黄瓜好吃 然后另外还有个白草莓 白草莓 对 我们希望它能够成功 也希望说夏天 是让孩子 赔力 在那个地方 学会团队 学会经营 管理 所以孩子的承受感 也是有超过我们 有一天 我们有一个小朋友 其实他本来就是 不是很爱念书 然后比方也懒懒的 然后他们在种 那个 种那个韭菜的时候 我小姑在那里 他就说你会吗 我会 他说为什么 因为我有上课 我小姑说 在哪里上课 我说我们有一些 培力的课程 他上过之后 他就拿来做实验 包括我们现在 所有的整理 他们大概礼拜六 礼拜天都会过去 那由专业老师带领着 所以我们会 就是会开始去 跟他们做一些 就是研发的工作 对 其实他们如果 如果对这种的 种东西 对农业有点兴趣 那个以后出路很好 将来舒服不好 做小农也养活 因为因为自己 清农 清农是将来很 很方便 这个市场是会的 对对 所以现在青年人 如果真的 青年不要把 过去的这些 所谓的农家生活 我想的很辛苦 不现在的 现在青年务农 其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 非常多 很多大学生会有 因为主要也是 因为文创 对啊 但我要跟 我要跟兰迪的 小朋友们要道歉 因为我上一次 在节目当中 吴亦当讲了一句话 可能伤了他们的 自尊心 他们好不容易 他们中了咖啡 然后 OK 我相信他们 喝那个咖啡 脸上的表现 我一辈子不会忘 我相信他们 他们也很努力的 去烘焙 是 那也磨成粉 我也喝了 是 这次的没有磨成粉 那我坦白讲 你要我赞不绝口 我演不出来 所以 这个表现 我跟你讲 我一辈子不会看 唐湘龙有那种表情 我只能够承认 就是说 OK 我知道这个是咖啡 那其他的 我就不敢讲了 是 但是 他听说 听说现在又进步 很多了 我也不能说 今天院长来 又带了一小包的咖啡豆 我会再试一下 不过因为 因为咖啡是做不得数的 台湾本来老实讲 平地就不是适合 种咖啡的地方 高度不够 对 那咖啡已经发展了这么久 它的专益度比较高 不少孩子们 他们可以开始种 而且可以开始认识 开始烘焙 是 这个都很都很棒 不要受到唐叔叔的影响 继续的加油 我们家的孩子 抗压性真的比较好 因为我从小就跟他们讲 你们最有用 你们比一般的孩子更有用 他们不会一年纪 就会自己 比如说 遮被子 洗碗 洗内裤 我们家就有一个都不会的 那要怪谁呢 当然是怪爸爸 对呀 我是觉得香龙 他另外的一面 大概只有我们在播音室 除了直播 你们是看不到的 对呀 那因为现在 你们像锦龙秘鼓 其实这个阶段 可能对你们就非常重要 因为之前 非常重要 之前当如果说是土建的工程在进行 我说实在的 那个时候你反而不太有压力 对 因为它就慢慢的盖 对呀 你每天去可能都会变一点变一点 可是你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你不会有那种 下个月马上要怎么样 下下个月马上要怎么样 可是当房子快盖好 你压力就很大 超级大 他都拜托建筑师 你可不可以稍微缓一点 慢一点 慢一点 他说不行 我没有跟床 有合约 对 所以那你现在因为你的 你的整个的土建都快快完成了 那你这个阶段你需要什么 你就直接讲了 就我因为我 我觉得余游远就要知道 床 刚也有提到 就是东勇他进来的热水器 烤肉架 他还给你们烤肉架 烤肉架很久之前给我们 因为我们在做自力赔力的时候 然后大金的冷气 其实我们也是透过 其实我不认识楚董 那他为什么会 我有一天跟东勇的吴董在提 对 然后我说小朋友说 如果我们可以用大金的冷气多好 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哪有能力 那我们 因为大金冷气比较贵 对 我跟讲省电 后来 一场省电 我女儿全部换了 那后来因为这样子 我说那 我想说好吧 现在是小朋友提出来 总是也要有个比价 那我想那 那吴董你可不可以帮我跟苏董提一下 是不是能够做一些规划这样子 然后帮我们做一些规划 然后他也马上就派了工程队来 然后弄完了 我说不花钱 对 就是弄了之后 我们要想办吧 然后后来忽然有一天 就本来你只请他们来帮你 我只请他规划 看能不能便宜一点给我们 这样 就我没有想到说后来 他全部就是全数捐给我们 不少台 六十台 那个好几百万 那个很可怕 所以其实只要我们家里要用的东西 我们现阶段都有需要 都有需要 还有我的学生 尤七也是他的好朋友 对对对 我也有听过 他们全数 还不只啊 我觉得你们以前工程要翻土 那些挖土器啊等等 但是我们有一个困难 比如说像床啊桌子啊 这个部分就是因为 我们每个两个人住一间嘛 那房间不大 那一般规格的床 就是有一个知识的规格 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 一般家庭用的 我们放不进去 对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因为可能 可能听到时候会有很多的 听众朋友一直很热心 就觉得就把床啊 什么东西就买了送来了 对 那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因为你们房间的大小 它这个是有规格的 是 所以所以就是说你们 你们可能就是说需要 需要的还是金钱的援助 然后呢去做后续的这些的 比如说像衣柜 床的担架 比如说像衣柜 对 衣柜的担架 衣柜的担架 床的担架 这些 其实可以打电话进来 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会告诉你 我可以捐一个衣柜 给四个孩子 六个孩子用 OK 我可以捐一个上下户 捐一个衣柜的钱 或者是捐一张床的钱 对 一张椅子都有价位在 因为我们规定就是每一个孩子 他必须要有一个衣柜 然后一张床 一个书桌 这是固定的 一张椅子 这是固定的 这是固定的一套 那个 因为我们要给孩子们 有一个单独的独立的空间 我为什么觉得他们 好像比我还幸福的感觉 会吗 这个是 要不要来住两天 但是 我借我这样的念头 我的床塞不进 唐香龙 我就这样的念头 好啊 就早一天来跟我们小朋友 相见欢 你也来体验一下啊 对 我跟你说 你要是 你要是 你要是在你们还没有进住之前 这我突然想到点子 如果把很多赞助的朋友们 请他们来兰迪住一个晚上 好哦 好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点子 让他们知道 他们曾经投入的心力 将来是会有许多的一些孩子 他们会住到这个地方 这是他们的家 对 在还没有正式启用的之前 你就请这些有帮助过的人 请他们来兰迪住一晚 就像是日本的那个旅游团 到乡下住一晚 是 对 请大家来兰迪住一晚 对 他会进到房间 这我嫁妇 对 这张床是我捐的 哎呀 这张床是我 这个 我 你那个认同感就很高了 我觉得这个点子会 好耶 你在头 对 我就是说 你就 你有个小马桶啊 一万块的马桶 我一直留在那边 我就说 你就配合你 你种福田 是 比如说你在 你在种福田的时候 那你种福田 这次就不用大家 早上赶过去 然后呢 傍晚又要赶着要离开 如果可以一个晚上 大家在那地方 感受到 大家一起努力了这么久的 成果 蓝迪的新家 新家盖好了 那请大家一方面来 就是 大家来一起 因为这个家 都有大家的心血在里面 第一广告 回头继续跟两位聊 好 好 非得不忘非得早餐 我是唐江龙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 除了老朋友 吉婆的张旗之外 另外蓝迪儿童之家 桃园蓝迪儿童之家的院长 李雪莹李院长 当蓝迪的故事 我想非得早餐的听众朋友们 大概都耳熟能详了 那当我们也会 新的听众进来 如果你今天才听到 那我还是在跟你说明 他是一个 几乎专门的收容 高风险家庭的孩子 那为主的一个 私底的育幼院 那为了这个育幼院 本来收容一个两个 后来 最后来觉得不忍心 越收越多 越收越多 说育幼院越来越大 结果呢 他们知道全家人 现在几乎都是专职投入 变成这个育幼院 你们都会绑在这育幼院里面 好 那蓝迪呢 盖新家 新家呢 快要盖好了 快要 当然呢 硬体好了之后 接下去呢 是里面的软件啦 这个就是说呢 孩子们用的 基本的这些生活的 这些 这些 furniture的部分呢 大概就是后续的部分 我要请大家 院长就是 你刚提到的就是说 因为 因为室内的这些的东西 椅子啦 桌子啦 床啦 柜子啦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它不是什么贵重与否的问题 而是它有规格 就是那个房子的大小 那每个房子里面 每个小小朋友 希望他们用的都一样 那也不会让空间呢 突然变得很扭曲 所以呢 请大家不要捐这些食物 而是说呢 你可以用任养的方式 任养一张床 任养一张桌 任养一个柜子 然后让你们去统一的采购 要怎么样能够呢 参与这个阶段的 这些的 你们的 你们的这些的捐助 好 任购的方法有两个部分 一个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到我们的机构里面 有专人回复你 电话就是打蓝底的通知 这样吗 对 033866550 033866550 对 OK 好 这是打蓝底的专线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 下个星期开始 对 5月5号以后 你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价格 有一些价格还在比加当中 对 可以上网站上面去 可以做一个 一个 就去浏览一下 对 浏览一下 然后你如果想要捐什么 也还是麻烦你打电话进来 对 好 那每一项的捐助的金额不太一样吧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比方说我们可能 一个 一组的桌椅 大概是比如说3500 但是我们的一个衣柜 可能就5000块 这样子 5000大概四个到六个孩子 没有 没有没有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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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床 对 不是我说一个衣柜 衣柜对 一个每个人都要独立的 一个衣柜 对对对 好 它都必须要是这样 那那个大小都可以看得出 嗯 衣柜 你可以很大 你也可以 一个人单人用的 我们就是一个人的衣柜 一个人的衣柜 都有担价 好 这担价呢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去参与这些认捐的时候呢 会比较的清楚 对 那也比较的方便 就是你不要直接去采购食物 因为你直接采购食物 拿进来之后 它可能没有办法放进来 没有办法用 因为你对房间的大小啊 这些的空间 而且哈 我不一定一个人 我久久的啊 对不对 我老咖就老定了 可以两三个 对啊 我们一起来认啊 对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 5000块对我来讲 还是有点多 没有没有关系 你们办公室 找两个 三个 对 一人出1000块钱 五个人 OK 你们几个好朋友 你们就认一张床 其实这都是方式啦 重点说 蓝迪的这些孩子们 需要大家的长时间的关注 今年 应该是蓝迪元年 对不对 新蓝迪的元年 对 蓝迪新家的元年 今年蓝迪会有他们新的家 这个家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时候 我刚刚提的那个点 我我想觉得是很棒的 就是让 让没有住过育幼院的 因为绝大部分 绝大部分 对也都没想到 都没有 没有住过育幼院 好像就韩国瑜做过一次 一般的大家不知道育幼院怎么回事 对 就是你对育幼院呢 你不需要逛着想象 尤其是 很多的非得的听众朋友们 投入了蓝迪的 整个新建的过程 当蓝迪快盖好的时候 蓝迪要在家里 我刚刚李选医院长讲说 你带对 对 而且呢 我要请这些的 我们的小朋友们 你们那天当服务生 是 你们要来 社福这些呢 所有曾经 曾经帮忙呢 你们盖 盖这个新家的 这些的 这些的 恩人 对 然后让他们呢 在你们还没有进驻之前 让他们住一天 你们呢 就当作是一个 小的旅馆的服务生 先讲好 身高体重 对 但是床位 床位并不是无限制的 床位只有几个 我们床位扣掉 88床 但是他扣掉12床 婴儿房 所以 还剩下70几个床位 对 76个 76个 OK 好吧 这个 但是我们有一个活动中心呢 可以打地铺 活动中心可以打地铺 OK OK 这个都不错 这个活动我们可以在细部的想一想 那总而言之就是 到兰迪要搬新家的 那一天之前的时候 兰迪在最后的关头的时候 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忙 感谢两位来 谢谢向龙 谢谢所有 所有的朋友们 好 那你可以呢 透过 你可以上网 你查兰迪儿童之家 那查了之后呢 就给找到官网 打电话也好 去认识兰迪也好 3866550 3866550 认识他们也好 那可以去参与他们的活动 兰迪在最后关头的时候 特别需要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